大家好,今天年初四,跟大家拜祭祖年 昨天年初三,和家人很他條地過了深圳 也去了深圳第一間Costco 看到裡面的人生人害,每個人都買得很開心 不少香港人都專程去那裡 我相信很多在Costco未開之前 都做了大量的市場推廣 凌智到很多人都已經開始做了會員 另外很多網紅,或者已經拍了很多片 介紹如何去買,買什麼好 或者去的攻略,交通,各方面的東西 而引起近期一個非常火熱的潮流 令到很多商業機構、旅行社 在過年前,也都爆了 去深圳的山姆店,爆了 然後去維州的山姆店 一車兩車,另外就是很特別的優惠 就是送到會員制 用很多的吸引力去招攬 這個人去沙姆店和Costco 我看到來講,是為數不少的香港人 近期來講,也有很多直通巴士 也轉前開尊線去這幾大的 我們叫做倉存式會員制的量版店 那我看來講 其實我不介紹裡面 或者是怎樣吸引,或者是怎樣的情況 我們看看,為什麼這個 這樣的經營模式 這樣的會員制 會是在中國,或者是令香港人這麼熱衷 或者是這麼火爆呢? 我們看來講,就是在這個 我們先看沙姆店 沙姆店來講 其實它是玉爾瑪公司的另一個分支 它玉爾瑪來講 大家也知道了 和白雞衛康的超市其實沒有差別 它的面積大約是5000平方米 或者是10000平方米的 我們叫做大的超市,巨型的超市 以一些散裝貨品為主的 家痛日用品為主的 而這個是沙姆來講 就是用了一個會員制 而它用了一個叫大包裝 也都是叫做 你用了大數據 那大數據來講是什麼呢? 它搜羅了其實是全球裡面 其實沙姆店來講 其實全球有800多間 那它在1980多年 其實已經在美國那邊 率先是經營的 那它們也叫做倉存式的 那它們用了一個大數據 它找出了在全球消費者的行為裡面 是最暢銷的產品 亦都是以品牌差異價 去做一個叫大的優惠 但是當然就配合了一個量 還有因為它有一個會員制的話 那它預先收了收費的話 那它拿的價錢和經驗模式 是跟傳統的超市是不同的 那它在什麼時候在中國行得火熱呢? 其實在1996年的時候 其實它才在中國率先 那當時有26間 那現在來講去到50間 那那銷量來講 亦都是折折上升 那除之餘來講 那它的主點 就是玉爾瑪的超市 就在這5至10年裡面 其實是縮小了 而且亦都叫做紛紛關門 也有很多朋友就說 玉爾瑪撤出了中國 其實不是 其實因為中國它的市場 已經開始走到 它叫中產市場膨脹的時候 消費力和它們的認知 已經是去到國際級的水平 而為什麼是這樣說呢? 第一 而我們叫做這麼大的 產品的消費量的話 我們先說產品 產品來說它是一個叫大堆頭 另外來說 如果你是每個人買這些產品的話 好像外國那樣 往往都是要用車去車載的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你中國的消費者 是沒有這樣的消費能力 每每買幾千元的貨品 也都是有這樣的能力 是自駕和自己是開車去運這個貨品的話 去這些這麼大型的連鎖 倉存式的店 是沒有可能向中國生存的 就見證了中國的中產和消費力 已經是不斷去無聲 同一時間來說 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 第二間的Costco Costco 開始了 它就是在中國的核心城市 北上港深 先在上海、品行區 和浦東區開了兩間 接著來講就是在浙江、南京 另外就是蘇州都開的 深圳來講 就去到2024年的1月 就開第六間的 但是你看到它那個消費的增長量 是非常之驚人 它現在計算到的數目 其實它開了大約是4至5年 但是它的 只是開店鋪來講 它每間店鋪可以做到 每日的生意額是400萬的 那400萬是什麼概念呢? 好厲害 每日的生意額來講 它一個店鋪可以做到15億的生意量 已經在2022年的時候 排行在中國的零售業的 我們叫做連鎖品牌的第八、第九 我們看到來講 因為中國的消費市場 而寧致這些我們叫做倉存式的高消費 也都是我們叫做Outlet 它裡面也都不差的 賣的產品來講 其實賣到很漂亮的名牌手袋 都賣到十幾萬的 我們看到在裡面賣的明衣 其實是在說2000元件都有的 或者是一些鋪路率去到700元 我看到一些電子產品 雪櫃去到1萬元 或者2萬元 床褥去到5000元、4000元不等的 已經是一個我們叫做 因為在跟國內的產品的差異來說是貴了幾倍 但是為什麼都能夠受到中國消費者的追捧呢? 我們看到來講 第一,我們說消費者來講 已經是中國消費者 剛才所說了 中產是在這個核心城市裡面 本身已經是有這樣的消費力 但是它的需求 往往要去到香港或者去到外地去買一些細件的奢製品 但是它的能力完全可以賣在外國的高端產品 只要它的價錢 是個性價比是夠的話呢 它完全可以消費 所以我看到來講 其實它們開店是選擇向一線城市 而賣的產品來講 也都是跟國內的產品 如果你說的是普羅大眾的產品 是很大的差別 它們賣在外國的名牌和高端產品 正正是滿足了這班高端的中產 它們的生活的所需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它們的開店和背後的大數據 引證到它們的市場定位非常之明狂 也都是這樣說 它們用這個外國的經驗模式 用會員制折扣優惠 去吸引了 另外做了很多Marketing的事情 就是它全方位 是由上到下生活百貨 去到個人的護膚 或者是消費品 各方面都能夠滿足到 各客人的需要 我們在香港來講 因為為什麼沒有這些量版店來呢 其實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你打完其實只有七百萬人口 在深圳來講 其實我們計算流動人口有三千萬 加上周邊城市 只是在大灣區裡有過億人口 所以這些量版店來講 一定是會在我們叫做核心城市 在大灣區的核心城市 就是深圳 廣州 或者是周邊的城市 去到這個是惠州 這個是珠海 它們會吸引這些 我們地區的人口來的 而隨著這個是交通的網絡 交通網絡我們往來 就算我現在往來去到深圳口岸 其實都是大約是九個字 或者半個小時 如果新界北的話 可能是20分鐘已經去到深圳的 就算在深圳定位 因為深圳第一 它有這樣的消費力 也是近香港 第二來講 深圳本身有一個很大量的中產 在深圳的樓價都在說是幾千萬的話 它的中產在年齡層是一個很高的消費 它平均來說大約是30至30歲左右 已經是一個企業的中高官 它們的消費力是非常之強的 我們看到來講 就算我們去到深圳 我們看到就算是Costco和西武店 其實我們看到香港人雖然是人頭多 但是買的貨品來講 是不夠當地人這麼多 我們看到當地人是買整個車整個買的 第一來講 我們香港人因為要周居勞動 就算是有車上去 其實都有限的空間 回到來的時候 或者可能是四五個人去夾買一車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段我們叫做感受式 和參觀式的消費行為 但是我們看到國內 如果在一間生物店或一間Costco來講 每天做400萬的生意額 其實是香港人佔到可能10%的 主要是90% 它們是對標於國內的消費群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為何做零售業和商業呢 好看商業的模式 以及經營者和消費行為 以及哪些人去買這些產品 而他們賣的時候 他們賣的數量和消費模式 讓我看到 無論是我在廣州 廣州就在萬博 他也說有個山姆店是整座 整座的了 加上隔壁有個停車場 都用了山姆店的停車場 所以來說 進去的人 每逢去到星期五、星期六的話 在翁昏的時間 最踴躍的 吃完飯的時候 每個人都駕駛車去 這是在山姆店排隊進去 出來的時候 就是一車、二車的 很大量的產品 當然來說 所以他們可以買一些新鮮的牛扒 新鮮的肉 進口的沙蔬果 進口的產品 國內人的消費 你想想 如果我們在香港賣奢侈品 在廣東道 其實大部分都是 我們叫做港國語的朋友 所以來說 如果在生活上的優質產品來說 其實他們是完全可以消費到 我們看到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香港朋友 其實很多時候 和國內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說 喂 我們多點上去 去看看別人的生活習慣 多點上去 看別人的消費目色 多點去 領略去現在的收入 或者去經濟環境 你就知道 在國內 那種生活的質素 和賺錢的能力 因為很多朋友 我們香港朋友 其實對焦不到 他們國內人 那種生活的質疑 和他們賺錢 或者用什麼模式去賺錢 那存在一些我們叫做落差 對國內的偏見 那我相信來說 現在開始 其實大家都 享受著 國內那種交通的便利 假裏 假裏物美的飲食 還有就是我們看到 現在他們的旅遊 非常之旺盛 那我們 通常來說 很多朋友 都是一至五 其實如果是有假期 或者有時間的話 其實一個星期 去了三天去深圳 大家怎麼問呢? 大家說 我們會搶走香港的零售業 或者什麼 是 因為為什麼來說 如果是資訊的流通 我們叫做 所有的東西是糊通的話 其實我們永遠都是追求一些 叫做價列物美 性價比高 如果在這個競爭環境之下 香港的小型企業 或者是 我怕現在是兩大的超市 都面對一個非常之大的競爭 我相信未來來說 就算在國內都非常之 競爭非常之大 就是什麼呢? 沃爾瑪的傳統的超市 在這幾年裡面 撿了一百間 那我們最近才看到 一田的超市 在沙田裡面是我們結業 那我相信未來來說 香港的八街圍巷 都面對一個很大的壓力 和他們以往的生意額 我相信會跌了很多 隨著這個是我們叫做 是兩地的通關 兩地的生活的無間 那就也是這麼說 是半小時去到一個 另外一個市場裡面 那個市場就會吸納 我們香港人的消費力 也都可以體驗到 國內那種生活的模式 所以我記憶 其實香港的經營者 應該是放眼 整個大灣區 不是放眼自己 固有的經營環境 如果只是當著自己的經營環境 我相信會輸得很慘 因為你終點的客戶 已經移離了你的市場 從中來說 其實我們做生意的 其實生意生意 沒有理由是死手的生意 一定是會向外看 如果旁邊是有1億2千萬大灣區的人口 我們是否可以做這幫人的生意 我們是否可以做這幫人的生意 既然各個消費層 或者消費力這麼強 我們是否可以在深圳開店 或者分享它的市場 分享它的購買力 從這個角度 我覺得香港人會比較靈活 而我們在消費者的層面 所以來說 其實已經離開了固有的居住環境 因為香港來說其實很小 說的是110多平方公里 1100平方公里的話 其實我們的建築物 只有十分之一 所以大約是100平方公里的面積 相比较 如果在深圳來說 已經大於香港兩倍 再過多來說 我們看到有東莞 有衛州 有廣州 有中山珠海 包圍著我們 其實我們的活動範圍非常之廣 我們也看到 在新春期間來說 年初三最高峰的人流 不是進來香港的人最多 反而來說 我們香港人外出 外出來說 比入多了二十萬人後 你想想 每天有差不多五十萬的香港人 離開香港 去大灣區 享受裡面的 嘉年文理服務 商品的話 大家也可以理解到 其實我們的客人是非常精明的 相對來說 我們在香港的朋友 也要借鑑於 整個大灣區的高速發展 我們看看 怎樣能夠除了做 我們香港人生意之外 怎樣去做大灣區裡面 一億二千萬人的生意 或者是我們十四億人口 開拓自己的市場 把自己的思維更加會廣闊 回到山姆店 和Costco 其實我們看到 它的經營策略是非常之成功 也是基礎於一個大數據 和消費者的行為 去了一個商業決定 而開的店鋪都非常之小心 因為如果開得差 產品差 或者是沒有產品的特質的話 你有什麼可能會叫人 會買這麼大量的產品 這麼大量的貨 你每天要維持這麼大量的 我們叫貨流量 才能夠維持到成本 因為它的價 已經是在成本價上面 而沒有的量的話 它是完全做不到 生存不下去的 但是它這個模式來說 是直線上升到中國 那我就正正看到 中國的中產市場 是非常之蓬勃和膨脹 凌智到世界最美的產品 最優質的產品 都可以用一個低點的價錢 用低點的關稅 入到中國 而帶給中國人 而中國它本身是一個世界工廠 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人 非常之幸福 就是什麼呢 可以享受到全世界 中國的加工業 是最加聯盟的產品 無論是汽車 我們的生活用品 都是可以在這個線上線下 都買到 而價錢來說 原產地是非常之低的 同一時間 我們也有這些大型的國際超市 將世界的品牌 世界的美食 世界的 我們叫做 都是以前在OLED才能夠買到的 能夠去到國內每個大城市 所以來說 其實 國內的商人 也都對標了中國現在的消費群的改變 它不需要你周周勒頓去到外國 將貨品去到你的核心城市 所以來說 你看到 都是為了搶中國人的生意 你不來到我 我就將貨品去到你的 用到價錢來說 更便宜 在你來到我 所以來說 在中國那種經濟的高速增長 我對香港朋友 真是要 真是叫做 真是福氣 另一方面來說 我們看到了 其實來說 大家有一個 買山務店 大家忍住忍住 很多牛扒 很多雞 很多東西都是生的 或者是羊扒 都是生的 我們怎麼 能夠將這些東西帶回來 或者怎麼享受呢 其實大家都是買一些 我們叫做 手信形式 怎麼才能夠享受到 山務店和Costco 它的美食呢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朋友 其實融入大灣區 已經是在國內置業 他們在當地的山務店 或者Costco 他們很自然就可以 駕車去那裡 買他們心想要的東西 也是同一時間 他們都是這樣說 我們現在很多朋友 我都見解他們了 在家裡的雪櫃一定要住大 因為為什麼來說 你買一盤 那些是士多啤梨 或者是一盤的芝士蛋糕 都已經是佔了雪櫃的一定空間的話 放車來講 還有那麼多牛扒 羊肉 那麼好的東西 也都是三文魚 那麼多美食 你看到Costco 和山務店的車這麼大 就想想你的雪櫃 能不能裝這麼多東西 我相信來說 其實是非常之好的 讓我們可以能夠 更加享受 大灣區那種便利 和優質的生活 無論是貨品 都可以買到全世界的東西 那麼也都是因為基礎於我們那個交通 那麼在國內來說 其實因為它的車價又便宜 那麼也都是 車位暫時都是便宜 那麼每一戶 每一個家庭 其實都可以是 有這個 有自己的車代步出行 和購物 那麼非常之開心 那麼我寄予就是 大家香港人 好好 也都是把握機會 融入大灣區的發展 享受大灣區那種 更大的空間 更優質的生活 那麼今天的分享 就是這麼多